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tor 带你一起发掘新山路人心动的新房子 所以我还记得前几期为大家介绍了一款 Horizon Hue的三层半独立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看的那款都觉得 好美呀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 三层好像有点太大 那么我就听了他们的建议之后呢 我今天就带你们回到了Horizon Hue 但是这次我介绍一款 双层的半独立 Steady ball Steady ball baby 一起进来看吧 OK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双层的半独立 他的土地面积是40x80 建筑面积一共是3248平方尺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车房 他车房是非常的宽敞 这里可以让你足够停放三辆车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呢 他这里的天花也是非常高 足足有大概12尺的高度 因为他是半独立嘛 所以旁边都会有至少10尺的空地 还有后面也是会有10尺的空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里的空地 所以这个空地呢 你就可以拿来打造成你的一个小小的花园啊 又或者是你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在这里奔跑啊 做做运动啊 或者这里也可以是你养养宠物的地方 OK 除此之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平台 所以这个原装这个平台本来就已经是有的 所以这里就可以适合你下午茶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外观 所以你外观这边看到这么多玻璃啊 就可想而知 他的采光一定非常的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吧 OK OK 一进门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宽敞呢 因为这里他采用的是一种open concept 所以一进门 从客厅 饭厅一直到后面的干厨房 都是一览无一的 所以他空间感是非常的十足 啊 因为他是双半独立嘛对吗 所以他旁边的采光都是非常好的啦 所以这里他都给你非常大幅的窗口 然后中间采用的呢就是落地窗的sliding door 所以那边你可以直接通去后面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呢原装呢 他其实是一间客房 哦 所以他这款的设计比较特别 他一进门前面呢 这里就有一个客房 啊 所以这个客房是非常适合我们的爸爸妈妈住啦 就非常的方便 OK 但是这里呢 因为这个是四番屋 所以他把它打造成一个小客厅 哦 所以打造成小客厅也是一种非常创意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买下这里过后呢 你不需要这个客房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小客厅的空间啦 然后这里 就是这个客房的一个厕所 OK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啦 墙砖都是上到顶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造成小客厅的话 那么如果你邀请你的朋友来你的家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前面 用这个厕所 好不需要走到后面去 OK 我们看除了客厅以外 这个地方 非常的宽敞哦 他就留给你一个这样的走道 好这边就可以直接通到你旁边的花园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饭厅啦 好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里的设计呢 就是他这边干厨房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 你看这个空间 非常的宽敞对不对 所以你要在这里呢 做你的一些烤面包啊 还是做寿司啊 都是非常有空间的 然后这里的墙砖当然也是上到完啦 因为这边是厨房 后面这里呢也是给你一个非常大幅的这个sliding door 也是可以直接通到你后面的花园 所以因为是半独立嘛 所以你后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花园啦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溜溜狗啊 或者是晒衣服啊 都是非常的方便啦 除了干厨房以外呢 现在我们就去看他的湿厨房 好 所以这 这三门过后呢 就是我们的湿厨房 所以你看这个湿厨房呢 这个l shape 也是 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宽敞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烦恼 家里厨房不够大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买这一款的话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市厨房这里呢就有一个 女佣房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你的储物室啦 储物室的隔壁 就是我们的厕所啦 这个就是楼下的另外一间厕所 在我们上楼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砖 它地砖都是采用非常大幅的地砖 所以也显得非常的时尚大气啦 上楼之前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梯的扶手 啊这个的强化后玻璃呢还有这个扶手这些都是原装的哦 然后从这里开始呢 它采用的都是十星木的地板 OK 所以我们现在上到了二楼 所以上到二楼呢 这里就是一个很宽敞的中厅的部分啦 然后因为是semi dim 当然 这样的采光也是有的啦 所以采光也是非常的足的 所以在这个 中厅这边啊 下下棋啊 看看书啊 都是非常舒服的 后面这里呢 啊就有另外一个客房 OK 所以你看这个客房 摆上一个双人窗之后呢 摆上一个书座 还有衣柜 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啦 可想而知这边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 然后当然 楼上的每一间房间都是有自己的厕所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私人厕所 OK 这一款呢总共呢 是有4加1个房间 然后有5间厕所 那我们就看另外一间房间 所以这房间呢相比刚那间呢就稍微会比较大一点啦 所以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后面也是有窗口提供你足够的采光 当然也是有自己的厕所啦 OK最后我们就去看 这一款 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主卧 所以你看主卧 哇 高挑天花设计 非常的棒 除此之外呢你看它的空间 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它摆放了一个super king size bed之后 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采光也是非常的十足 除了前面的采光 旁边的采光一点都不马虎 因为你看那边这边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甚至可以让你把摆上一个 天王机按摩椅 OK 所以这个主卧呢最让我兴奋的两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先带你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哇 你看 非常大的walk in wardrobe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Victor 这一款的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如果呢 平时呢你化妆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话 如果你把它设计成这样子 可能你每天的化妆需要两个小时 因为你会很享受这样的空间 接下来就是我们主人房的厕所 所以你看它这里也是给你两个洗手盆 然后另外你看它的浴室 非常的大 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它除了有浴缸之外 你看它这里 这个冲凉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 怎么样 是同时可以 三个人一起冲凉 所以你要三个人一起冲凉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可能不需要 不过你看它的空间真的是非常大 在这边鸳鸯细水不是问题 甚至要放多一个浴缸都不是问题 OK 所以你看 所以它主人房真的是非常夸张 OK 除了非常大的walk in wardrobe 非常大的浴室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大 就是它的天台 它的阳台也是非常的大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阳台 哇 你看阳台是不是非常的大 OK so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新山无人不晓的horizon Hill 为什么这里呢 是那么多富豪都热爱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 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环境优美以外呢 这里的宝安也是非常的严密 而且这里的都是非常低密度的 如果傍晚或者清晨的时候 出来跑跑步啊 散散步啊 溜溜狗啊 做做运动啊 甚至去到他们的clubhouse 享用那边的设施 打高和服球 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除此之外呢 这里的屋子的格局设计 一点也不马虎 所以住到这里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所以如果你在horizon Hill 想要找一款双层楼的半独立的话呢 那么这一款呢就非常非常推荐 OK 把这个视频看到这位朋友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and share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请也请记得马上订阅我的频道 OK我是Victor 我会继续为你们带来 更多的好房子的介绍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